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罗慧兰 汕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蔡永明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贺春林 在会上介绍活动相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今年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的主题为 庆丰收感党恩 开幕时间定于9月22日晚上8点 地点设在汕头市豪江区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广场 会上丰收节主题歌《丰收我们共同的喜悦》也正式发布 今年丰收节将秉承庆祝丰收 弘扬文化 振兴乡村宗旨和农民主体应地制宜 开放创新 节俭热烈的半截原则 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庆丰收系列活动 展示广东发展精细农业 建设精美农村 培育精根农民的累累硕果 呈现全省人民 戏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旦 迈进小康社会新征程的喜悦感与幸福感 推动形成全民庆丰收 晒丰收 化丰收 享丰收的浓厚氛围 那么今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那么在开局之年第一个风收节的产省的主会上 莫护这个汕头 这个充分体现了我们广东省与省政府 对汕头农业农村建设 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主持和大力的支持 那么豪江区作为三斗市的中心城区 在这个改革发展 建设发展中 始终走在这个船市的前面 那么也是文广东 船面推进相争振兴的重要的基层的典型代表 那么今年的家康罗节的主会上放在豪江 当然也是对豪江推进相争振兴工作 成效的肯定 那么也是希望通过豪江的不断实践 展现广东相争振兴的成果 开启船面推进相争振兴的新征程 助力我们船船实现共同富裕 此次在善举行的主会场系列庆祝活动 亮点分成 内容丰富 将上演潮汕大锣鼓 无人船光影等表演 广东21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 也将亲自划丰收 还有千鹅送千村共促鹅产业 喊全球侨胞吃尸头鹅等环节 随后现场发布惠农强农政策大礼包 活动还安排了丰收有你有我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乡村振兴视频大赛 广东省数字农业大展 广东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研讨会 线上丰收节等活动 另外除主会场的活动外 我市的六七一县还将几行 七行半夜庆丰收的活动 在各级县严重开展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 比如达桃宜王美食节 桥梁诗苗米丰收节 张宁临清文化旅游节 等群众喜闻的建议活动 以农民朋友欢度节日 持续营造全民共性丰收的节律氛围 另外在丰收节主会场活动 广东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研讨会上 农业金融专家将解读相关政策法规 以及广东农业发展趋势 让金融助农产品 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产丰收 本次进入中国农民风策节股农 广东农航重点推荐 乡村振兴产业代 乡村振兴建设代 村产业经济组织的油代 会用一代国戴管的产品 乡村振兴和农民增产丰收 护兴产的社会和力量 继续来关注走乡村看小康系列报道 昨天下午 汕头荣梅集团多路记者 走进汕头市南澳县三澳村 记录当地养殖户 耕海沐鱼的丰收晚景 和迎接即将到来的丰收节的喜悦心情 汕头橄榄台 汕头新闻视频号同步进行直播 这个位置呢 就是深澳的生态养殖区 我们看到五彩兵分的浮球 在这个海面上非常的壮观 秀鱼期是干干过去 所以现在我们那些渔民啊 每天都可能会早出晚归 而且他们有的呢 生活跟生产 就是在这个海面上进行的 所以看到这个此景呢 我有一种感想呢 就是就他们以蓝天为笨 以青山为笨 还有以这个渔船为路啊 在这些浮球当中 好像是编绘出一幅 非常美丽的这种海上牧场的耕鱼 近年来南澳县大力推行生态养殖 在深澳镇三澳村 每年农历八月 养殖户会把牡蛎苗串联成链 寄在浮球下方 筋墨于一米多深的海面下养殖 大概一年后 牡蛎苗串长成十多斤重的大牡蛎串 就可打捞起来上市销售 眼下正是丰收的季节 现在我们这些牡蛎主要是销到哪个地方去啊 就是餐厅也有 就是一些批发来的 本地的都还是说会销往外地也有呢 呃 外地吧 一年大概收几次啊 一年就一次 一年就一次 对 就大概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收成的 对 收成的时间了 OK 现在这个蚎是最费的 最费的季节 这个真的可以吃的吗 可以 得洗一下 洗一下是吗 我已经迫不及待讲 尝一尝 搞这个吧 潮山人都特别喜欢吃生蚝 现在我要试一下了 大家先看一下 好肥美 非常的新鲜 伊山傍海的三澳村 位于深澳镇的东北部 地理位置优越 生态资源丰富 近年来 三澳村依托有力条件 做大做强 游业生产 完善基础服务设施 打造水产品 深加工 和现代服务业 大力发展休闲 游业 生态旅游 加快当地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人居环境水平 三澳村 三澳村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游农并举的一个小乡村 环境非常的优美 大家看到后面这一片海 其实这个海水呢 它不仅是滋养了一个 生活在这里的一方子民 它也滋养了养殖在这里的 一些海产品 因为这个养殖业 它其实是我们当地一个 数一数二的一个特色产业 那咱们这一边的话 主要养殖有哪一些种类呢 大部分都是养那个生蚝 然后扇贝 龙兮菜 海带 鲍鱼之间 供不应求 对对对 就是也改变了 那个咱们的养殖户 过去那种传统渔业的一个 创收的一个方式 种了差不多 二十五亩左右吧 然后收成的话 差不多十来万吧 现在游客多的话 我们现在海鲜啊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好卖 然后我们很多 多元化吧 有时候拉拉钓鱼啊 什么这样子都有 本台消息 鉴于当前福建省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存在外疫风险 且中秋国庆假期临近 探亲出游旅客增多 防疫压力大增 是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 今天发布 关于进一步强化重点场所 疫情管控的通知 要求从即日起 暂时关停全市歌舞 KTV 及游艺娱乐场所 酒吧 迷你歌咏亭 上网服务场所 棋牌室 麻将馆等通风条件差 人群聚集的密闭场所 景点景区 接待游客量 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暂停聚集性室内表演活动 电影院 剧场 各类餐饮等场所 接待人数 不得超过日常容量的75% 且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 严格管控各类大型会议 和聚集性活动 压减各类活动次数和规模 暂缓或延期举办 多城市人员 来善参加的大型活动 确需举办的 按照谁举办 谁负责的原则 压缩线下活动规模 50人以上会议活动 应制定疫情防控方案 和应急处置预案 落实测温 扫码 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 刘西红是朝阳区 一名专业的重粮户 在中央利好政策的引导 和鼓励下 他18年如一日 坚守在他热爱的稻田里 追求科技兴农的小康梦 日前记者记录下 刘西红在他承包的 两千多亩稻田里 开展晚稻插秧的喜悦之情 我们现在一边收割 一边查阳 就是为了不顾农师 我叫刘西红 是一个等点技术的农民 拖拉机啊 查阳机啊 无人机啊 这些我都会操作 这个就是我们的 石宝无人机 它可以装十公斤的农药 十公斤的农药 十公斤的农药 它可以封十亩地 一次性能封十亩地 都说农民是靠天释放 现在我们作为农民呢 是靠技术释放 如果一碰到这个云雨天呢 特别是海中天气 收获的粮食放在马路上 三五天之后 基本上都烂掉了 刮牙了 现在我们是 放到藏库里面 直接红钢了 第二天 它已经成为钢到骨 2004年呢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 职能政策 就是取消了农业税 我是考虑到 我作为一个 良心有理想的人物 就是在农业这一方面 能够 抗能不能散出一片强力来 那2004年出来的时候 你的手上有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设备 其实2004年出来的时候呢 我手里面就是一小部分的资金 然后我是构想的 构想的农业 新想是农业怎么发展的 然后我就利用我们邻居的一个 比较破掉的拖拉机 很辛苦的 头一年把那三块目的把它开吞出来了 然后我们种 头一年把水稻种出来之后呢 第二季 第二季我就买了一台新的拖拉机 我的父辈是面朝防堵 被朝天的 我作为一个新型农民 我是从企业出来 就是我想把这个生产方式把它改变 能相近的农机设备 然后用机械化来代替人工 降低成本 增加收入 我2011年成立了金鸿农机 重用农业合作社 到现在呢 我的合作社拥有70多台套的 那个农机设备 还有我那个烘钢中心 有3000多平方 我自己成多了2100多亩地 然后我们的合作社 服务草原草南 一年有2万亩地的服务面积 提供强诚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 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 企业化的粮食生产 带动农民朋友 上岸创业 这是一条科技性能的小程路 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今天下午 大唐南澳乐门一号 海上风电项目海上深压站 纵约2550吨上部组块 正式向汕头南澳海域 启航发运 标志项目建设又迈进 关键一步 海上深压站 作为风电项目的海上中枢环节 是整个海上风电的心脏 所有风力发电机发出的电能在此汇集 通过送出海揽连接陆地电网输送给千家万户 大唐南澳乐门一号海上风电项目 海上深压站在全国首创220,000伏全预置舱组块 深压站主体结构和预置舱两个工作面同时开工建造 开行业之先河 实际建造周期139天 创造了国内预置市深压站路上建造最短工期记录 今天上午 市政协召开全市政协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总结交流全市政协系统党建工作经验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谢泽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全市政协系统要立足两个大局坚持知行合一 把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与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 结合起来 与总书记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 融合贯通 整体把握 提升履职滞效 要持续引领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开展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加强人民政协党的建设 扎实抓好政协系统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把两个维护贯彻到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要不断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提升协商义政质量 拓展凝聚共识渠道 加强工作制度建设 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以实际行动 在新征程中做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 驻善省政协委员代表和八名不同界别的市政协委员 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 表示要更加珍惜时代机遇和政协荣誉 自觉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 使命感 以奋力赶考的姿态 高质量做好委员作业 今天上午是乔务局汕头荣媒集团 启动粤士顾湘明 潮汕文化海外形系列活动 通过以文化人 以文聚乔 向天下潮人 传播潮汕优秀传统文化 打造海内外潮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本次系列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做好新时代乔的文章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 省委统战部一级刑事员蔡伟生 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立 粤东技师学院院长何启谋 加拿大知名侨领林绍义 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汕头侨商会会长林绍华等参加活动 国际朝团总会执行主席 香港朝暑社团总会永远名誉主席 陈又南博士专门发来致贺视频 由省侨办支持指导 是侨务局主办 汕头荣媒集团和粤东技师学院承办的 六级系列专题片 粤菜师傅四海同享之 千厨朝味 今晚起在汕头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 节目通过融合香愁味道与岁月记忆 展现汕头的华侨文化和美食文化 以此引发海内外潮人的情感共鸣 由广东海外联谊会 国际朝团总会和中国摄影报联合主办 是侨务局 是摄影家协会承办的 世界潮人摄影大展也同步启动 将用摄影的形式把全球各地 潮人生活繁衍 尤其是传播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印记记录下来 这是一项极有开创性的活动 在全球潮人中是第一次 活动中由市侨务局市文脸 和汕头荣媒集团联合主办的 四海潮侨星同源中国梦 汕头桥商杯全球灯迷创作大赛同时启动 大赛将通过灯迷这种海内外潮人 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传承和弘扬潮汕优秀传统文化 此外系列活动还包括 月事故湘明海外潮人云端画家节系列访谈 市侨务局将邀请来自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英国 加拿大 新西兰和美国等地的华侨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一起云化相景 云过中秋 昨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宏带对立善 调研我市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情况 实地考察 莲花峰风景区推进文化旅游融合示范区的建设情况 副市长李昭参加活动 近年来 莲花峰风景区逐步完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建设文化广场 编辑出版 莲花峰诗书画100篇 规划建设图书馆 调研组要求我市要构筑文旅融合平台 建立文旅融合发展的长效协调机制和综合治理机制 激发文旅融合活力 要打造文化旅游产品 丰富文化旅游活动 拓展文旅融合空间 打造品牌产品 要加大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力度 为群众构建良好的文化服务平台 在善期间 调研组还实地考察了 南澳县云澳镇综合文化站 金平区小公园 丹尼丹纳月书八等 昨天下午 市值机关工委举行市值机关 汕头市基层挡建特色品牌 班牌仪式 即先进经验交流会 发挥挡建品牌的示范带头作用 把挡建品牌创建打造成挡建现场教学点 市总工会直属机关党委等 10个党组织推荐的挡建特色品牌 被市委组织部确定为 汕头市基层挡建特色品牌 并在会上获颁奖牌 会议强调 要充分发挥机关政治引导力 规范标准开展组织生活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以挡建引领促业务开展 以业务成效体现挡建工作成效 做到挡建与业务高度融合 要突出品牌创建宣传 提升挡建影响力 要强化党建品牌创建的组织领导 压实党组织笔学赶超工作责任 掀起党建品牌创建热潮 根据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线索 近日有群众反映 朝阳区金造镇金玉中学隔壁的 大型石板材厂和水泥制造厂 生产经营过程中 产生水体空气和噪音等污染 破坏生态环境 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揭报后 朝阳区迅速组织相关部门 开展调查处置 按时高制高效完成整改任务 这家经营石板加工销售的石板材厂 由当地一村民 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开设 厂内搭建违章零设1.67亩 临时堆放石板材占地超过3亩 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石板材厂已自行拆除全部违章零设 堆放石材也全面清理转运 正逐步进行复律 二玉石板材厂一路之隔的大型水泥制造厂 石则市中铁11局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潮汕环线高速公路时 配套的一座混凝土搅拌站 潮汕环线高速公路建设已于今年4月完工 搅拌站也已停产 但中铁11局集团有限公司暂未拆除 目前该搅拌站被依法予以取缔 整改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这一次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力度大速度快效果好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安全舒适的育人环境 现在学校周边的环境好了 我们上学也舒适了 加大巡查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站 9月17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是转办第21批性绑舰13件 本批转办的性访舰设计龙湖区3件 城海区6件 朝阳区2件 朝南区2件 涉及环境问题6类 其中水类2件 大气类4件 土壤类4件 生态类5件 噪音类2件 其他污染类1件 累计交半性访舰142件 涉及金平区8件 龙湖区11件 城海区39件 豪江区4件 朝阳区45件 朝南区26件 华侨试验区3件 市值部门6件 按污染类行分 水类46件 大气类61件 土壤类31件 噪声类24件 辐射类1件 生态类45件 海洋类3件 其他类15件